如今的真子公主和小石龟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虽然他们的生活算不上富裕 但至少小石龟能够给予真子公主 一个温暖而可以依靠的港湾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张真子公主 疑似搭着肚子的运照 从相片上看真子公主的腹部微微隆起 韵味十足 如今无拘无束的真子时常和丈夫闲逛纽约街头 他们经常一起外出购物或者散步 所以让网友或者记者有了更多抓拍的机会 早在四月的时候 由于频繁入院 因此记者猜测真子公主已经怀孕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入院的原因也不一定是因为怀孕 或许是真子公主的复杂性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需要复查 也有可能和备孕有关 前些年 真子公主就吐露希望自己能在30岁前结婚 并生两到三个孩子 因此到了这个年纪备孕也不奇怪 不用质疑的是 生养孩子会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这给他们带来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所以当务之急便是增加收入 但是 小石龟现在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他的工作问题 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的物价飞涨 这让生活在美国 尤其是金融中心的纽约人 带来了危机感以及压迫感 显而易见的是 想要过着有皇族的尊严生活 已经十分的不现实 最为关键的是 小石龟并不是一个足够努力的男人 根据周刊文春报道 司法考试的及格限为266分 而小石龟的考试成绩为261分 仅仅差了5分的他与职业律师资格证失之交臂 但是每一次重考 每一次的难度就会有所增加 去年一共有3068人身家了司法考试 合格率为45% 其中重考合格率为30% 如果7月份的考试再次失败 那么他们必然要挑起生活的重担 最为现实的是 小石龟需要面临降薪的问题 最坏的甚至是要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签证也是两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即便是小石龟申请延长签证的期限 在考试不通过的情况下 他还是得面临签证失效的决定 毕竟这个签证是由雇主向当局申请而来的 假如小石龟无法获得律师资格证 那么他将会何去何从呢 算下 申子公主所住的公寓一年的租金就 660万日元约等于32万人民币 而小石龟的工资也只够支付房租而已 受到乌克兰战况的影响物价大幅度上涨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现在美国每个家庭每个月需要博外支付 460美元的费用 除去房租还有日常的生活开支 他们还需要算上自己的伙食费 如果申子公主真的怀上了孩子 那么他们还需要考虑养育孩子的费用 即便是小石龟每年能拿到2000万日元 约等于98万人民币 也无法过上宽裕的生活 如果家中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只凭申子公主的那点积蓄生活 迟早也会有坐吃山空的意念 爱情会带有幻想 但是生活始终都是现实的 激情退去之后 终究会回归平凡 现在他们不仅需要考虑两个人的生活 他们还需要为这个家庭的将来做打算 在离开皇室之前 申子公主就已经为自己铺设了未来 让小石龟留学也是她的主意 原本她希望小石龟仍为自己 铺垫一个美好而轻松的未来 现如今的小石龟却活得像是一个软饭男 现在的申子公主不再是公主 她只是小石龟的妻子 小石申子而已 在脱掉皇族外衣之后 她也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而已 或许当初在拿小石龟做跳板的时候 她也早已经想好了婚后的种种境遇 即便两人最终以离婚告终 她也不会回到那个伤心之地